第七次WBSC世界杯小榜金表彩 最后一天由台湾对美国进行观察军战 现中间八千为救命政党 虽然最后是以四、四、四、四美国队拿下军 不过已经保持两三次都已经三名的核心节 也下下理数的记录 为其九天的精彩比赛也顺利完完结束 两天后台南再上回 有时候世界杯小榜比赛观察 六中华队对上美国队 这两天叫10比0增白 到了第三个 美国队就要下第一分 两人中华队比小榜做的整个报告 美国队拨借 因为头跑来出局 这分没适 不过最后台湾队也是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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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四,五 这场比赛整体来讲 小朋友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 非常有拼近 所以圆满欣慰的 虧尾六年的台湾美国新出冠军比赛在处中演 虽然最后没有三下冠军 但是这次以七年生的身体 打入冠军赛 也是真不简单 尤其台湾的双手在比赛当中 没有人数的精神 表现受到国民的肯定 老实讲我非常感动 我觉得我们台湾小朋友 看得出来我们的尺寸稍微小一点 可是我们这样一路达到 全世界第二名 我觉得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棒 进行了这么好的比赛 提供给所有的球迷 我要感谢各位 上次中华队拿到第三名 这次是第二名 两年后我们拿第一名冠军好不好 比赛之后也正欣比武丁雷 分别办法冠军 阿军的招牌 让美国队向中华队 既军是有任务达到 在名车队中 中华队有秋雅恩和夜雷 两位刀手在中 大家鼓勒 为了高竿的精彩比赛 往往下九点 稍微有两年后 在台南再回 既这次赛应让我们哭菜奔波的